UFO目擊事件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近期 UFO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 目擊的人也越來越多 英國北愛爾蘭警方 今年接獲通報的無法解釋目擊事件 大幅增加 當中包括UFO目擊事件 還有民眾指 睡房出現外星人等等 有專家表示 這可能是在目前疫情的情況下 大家留在家裡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就比較容易注意到其他事件 據《衛報》報道 北愛爾蘭警方 在2021年 總共接報8宗類似事件 比2020年的6宗 和2019年的4宗增加很多 在去年的類似事件之中 大多數都與UFO和外星人有關 譬如說 2021年1月 有民眾在唐柏特里克地區 目擊太空船和閃光 2021年5月 有人在馬哈貝里地區 看到有白光 尾隨著直升機 也有人在塞拉米十地區 看到奇特的原本物體 在2021年7月 紐敦亞比一棟民居的監視器 拍攝到奇怪的影像 有人在聖菲爾德木島原頂型的物體 在空中飛行 上面閃亮著白盞燈光 在2021年9月 李斯本有民眾就通報 睡房裡有外星人 在10月 一名被強制住院的精神病患者 聲稱自己被外星人綁架 在11月 警方接駁報案 說在天空 出現異常明亮的燈光 即使北愛爾蘭 警方指出 該部門 還沒有針對這些案件進行調查 但是曾經幫英國國防部 調查UFO目擊事件的專家波普 就認為 可能是因為大家 在疫情下 經常留在家 看到先前可能被忽略的事物 所以目擊通報有所增加 波普說 也有可能 是美國國防部近年來 公布UFO報告 令大家比較願意 通報他們所看到的不尋常事物 因此意味著 有關當局 嚴肅對待這些事件 但是波普說 他認為實際的事件 會比通報的更多 在2021年11月9日晚 法國多個城鎮 都有居民 拍到一個發光的原柱形UFO 在夜空飛行的畫面 據英國《每日快報》報道 這個形狀像滴答堂的UFO 發出橙色光 它當晚 似乎沿著法國南部的地中海海岸飛行 所以法國南部的多個城鎮 都有目擊者看到它 這些城鎮包括 埃羅省的富爾龍泰爾拉 帕拉瓦斯萊弗洛 和龍普利埃 以及奧德省的拿邦里 和東比利牛斯省的佩皮尼岸 有目擊民眾拍到的UFO影片 已經在網上流傳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些頻繁造訪的UFO 有些被發現 還配備小型的飛行器 我們接下來 就和大家分享一些 被網友拍到的 配備小型飛行器的UFO影片 這個UFO影片 是2011年 網友在西班牙影島上傳的 我們可以發現 在空中的雲裡 隱藏著一個UFO母艦 隨著母艦釋放的 兩個發光的小UFO 到地面後就消失 接下來這段UFO影片 就是在2014年 在荷蘭 使用紅外線拍到的 巨型雪茄形狀 顏色是一黑一白的UFO母艦 旁邊還有一個小型UFO 在四周圍環繞 還有這段影片 也可以看到由UFO裡面 放出了一個 好像金屬的無人機 或是太空艙之類的裝置 也不知道是否為了搜集什麼資料 其實大規模的人群 目擊UFO事件一直都存在 還曾經出現外星人 和居民打招呼的事件 這件事就是著名的 新基內亞島UFO事件 事件發生在1957年的6月27日 一個夏天的傍晚 當時的新基內亞島 一個叫波阿娜的小村莊 居住住巴普人 日落的余暉 將當時整個天空 都染成了金黃色 這個時候在教堂工作的 一個叫雅妮的巴普護士 突然在教堂的上面 看到一艘超大型的UFO 驚慌失措的雅妮 馬上就大聲叫 雅妮的叫聲吸引了神父吉爾 還有住在旁邊的老師 阿納尼斯出來看發生什麼事 他們三個人 仔細觀察教堂上的超大型UFO 發現他大約停在教堂上 160米左右的高度 旁邊還跟著兩手小型的UFO 而UFO母艦的樣子就像一個倒轉的鑊蓋 這個母艦底座的上半部 就有一個很大的甲板 直徑大約是6米 由機身的主體部位 伸出好像著綠架的設備 令人驚訝的是 就在這個時候 UFO底部的甲板 居然出現了人影 他們好像在忙碌工作 不停地出出入入 這些外星人的膚色 偏灰白色 還穿著連身的緊身衣服 因為這個時候 UFO正在安靜地停在半空中 所以在地面的居民 都能夠清晰看到外星人的身影 和聽到他們發出的聲音 吉爾神父在這個時候 也伸出雙手 向空中的四個外星人揮手 並大聲向他們喊 令人意外的是 這艘UFO武艦上的四個外星人 也同時向地面的居民揮手 然後大約十多分鐘後 這一大兩小的UFO 才籠罩了一層深藍色的光芒 然後同時消失了 這些目擊者看到 當時有一架UFO的體積較大 底部的直徑大約是11米 可能是其他幾架小UFO的武艦 這個UFO遠看是白色的 但是靠近一點 就可以看到它有金屬質地的外殼 其實UFO在波瓦納村出現的同時 對岸也有人看到綠色的UFO 這個人剛好在對岸海上的貿易商人 他在自己船上的甲板 發現一個向東北方飛行的綠色發光物體 然後這個綠色發光物體 在距離海面大約150米高的地方 停下來 同時光芒也消失了 然後就出現了一個好像籃球外形的UFO 還可以看到 這個UFO的長度 目測大約有18至24米 在大約靜止了4分鐘後 就飛向波瓦納西面的山脈 消失在貿易商人的視線 而在2021年12月的時候 香港3天之內發現3宗UFO事件 有市民拍到在九龍灣上空 發現不明飛行物體 發出藍、綠、白等顏色的強光 在高空盤旋了超過1小時 有目擊者說 UFO在高空飄忽不定 一時急中疾弱 一時在高空停止 結合眾多UFO目擊者的說法 我們可以看出 這些UFO雖然外觀和飛行方式 各有不同 但是共同點就是 飛行技術非常高超 不僅可以不發出聲音 停留在空中 又能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前進 急轉彎 急速攀升 苦衝等等 似乎地球上的重力和空氣阻力 對它們都起不了作用 那可能是另一條科學路線呢?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看法 請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見